1. 北宋 西军 北宋王朝虽然因为众文清武、朝廷计但武将等因素,导致武功不胜。 但是北宋毕竟长期面对强敌。 针刀针枪之中,北宋也有精锐部队西军。 北宋的武装力量,可以分为三个部分。 进军 乡军一般是承担劳役和乡兵民兵后两者战斗力比较差。 但进军战斗力比较强。 而进军又分三大部分河北进军、西北进军以及中央进军远离前线的南方基本忽略不计。 这其中,以西北进军战斗力最强。 中央进军反正不怎么打仗。 而禅人之盟后宋辽之间也和平了。 河北也比较安定。 然而西北前线宋朝和西夏,却是冲突不断。 而且闪甘一代民风彪悍。 所以西北进军的战斗力十分凶悍。 后期的平下城之战,西军更是直接打谈西夏。 若不是宋徽宗穷兵独武莫名争疗。 西夏估计真会被北宋平定。 PGC card PGC card dash area F, text decoration, non, outline, non, display, block, WIBTH, 100%, HEIGHP, 100%, PGC card PGC card dash area F, hover, text decoration, non, PCI市, PGC card box sizing, border box, HEIGHP, 164PX, BORDER, 1PX, SOLID, 181818 POSITION, RELATIVE, PADDING, 20, PX94, PX12, PX180PX, OVERFLOW, HIDEN, PGC card, AFTER, CONTENT, DISPLAY, BLOCK, BORDER LEFT, WIBTH, SLID, POUD KEY IN AT88, HEIGHP, 120PX POSITION, ABSOLUTE, RIGHP, T6PX, TOP, 20PX, PGC cover, POSITION, ABSOLUTE, WIBTH, 162PX, HEIGHP, 162PX, TOP, 0, LEFT, 0, BACKGROUND SIZE, COVER, PGC CONTENT, OVERFLOW, HIDEN, POSITION, RELATIVE, POP, 50% WEBKIT TRANS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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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NE HEIGHT, 1, FONT WEIGHT, BORD, OVERFLOW, HIDEN, TEXT OVERFLOW, ELLISIS, WHITESPACE, NOWERUP, PGC CONTENT DESK, FONT SIZE, 40PX, COLOR, BUNDKIN FOUR HUNDRED UNDER 40PX, OVERFLOW, HIDEN, TEXT OVERFLOW, ELLISIS, PADDING TOP, 9PX, OVERFLOW, HIDEN, LINE HEIGHT, 1.2M, DISPLAY, WEBKIT INLINE BOX, WEBKIT LINE CLAMP, TOR, WEBKIT BOX ARENT, FTCOL, PGC CONTENT PRICE, FONT SIZE, 22PX, COLOR, BUNDKIN F85959, PADDING TOP, 18PX, LINE HEIGHT, 1M, PGC CONTENT PRICE, 75PX, POSITION, ABSOLUTE, RIGHP, 0, POP, 50PX, COLOR, BUNDKIN FOUR HUNDRED UNDER 65PX, FONT SIZE, 15PX, TEXT ALIGN, CENTER, PGC BY TEXT, PADDING CHOP, 10PX, PGC ICON BY, HEIGHT, 23PX, WIBTH, 20PX, 20PX, DISPLAY, INLINE BLOCK, BACKGROUND, UREL, HTTPS, S0.COM, PGC, V2PGCTPL, STATIC IMAGE COMMODE, DDB, TO BE FONT DONE A PNG, 官方正版,如果这是宋史一加二加三加四加五大结局全套武册写进宋朝 三百年的兴衰变革与历史谜团通, 北宋覆灭南宋偏安两宋历史, 77元, 领悟人选 2. 辽国 皮士军 辽国精锐部队皮士军, 是辽国王室的核心心腹, 世卫亲军 其部队战力自然不容小觑, 皮士极为契丹与金刚的意思, 他从辽太祖时期就已经建立了 当时, 太祖是选了上千剑儿, 组成一支精锐部队 而这支精锐, 竟然打造出一个大辽帝国 辽太宗时, 又选精锐部队充实皮士军 使人数多至三十万这个时候, 皮士就有些像北宋的进军了 成为一支野战境旅 征达渤海 七夏 女真 高丽等国的战士中 皮士军是战功赫赫 三 七夏 铁药子 不拔子于颇喜军 七夏虽然国小利弱 但正好处于中国古代盛产两马的地带 这也使得宋朝始终缺乏战马 所以也打造出一支很强悍的重甲骑兵部队铁药子 宋使兵志记载 七夏 有平下骑兵 未知铁药子者 百里而走 千里而期 最能输往忽来 若电机云飞 美于平人耻逞之处遇敌 则多用铁药子以为充茂奔出之兵 其兵是西夏军队中地核心军种 其精锐铁齐号称铁药子 编制为三千人 这支军队被人和马杰全身覆盖铠甲 而且是重甲 史称赤着不入 那不拔子和泼洗军是什么呢 不拔子是西夏精锐步兵 多由山间部落的钉状组成 山地战力强悍 宋使兵志载不拔子者 上下山坡 出入西建 最能于高超远 清足擅走 而泼洗军其实是西夏的炮兵 当然用的不是火药兵器 而且投石机 西北盛产双风骆驼 西夏人就把小型抛石机 旋风跑 装载在骆驼杯上 轰击敌军 西夏一个小国之前打出那么大胜仗 三川口之战 好水川之战 军打败宋军 齐军对强悍的战斗力 绝对是最重要的一个因素 四 金国 拐子马与铁浮屠 这个就不用多说了 看过《月飞传》的人都知道 女真人本来是东北的渔猎民族 极为彪悍 当时就有说法女真不满万 满万不能敌 金兵十二年就灭辽王宋 其军队之强大可见一斑 而当时跟住金巫术南下的拐子马和铁浮屠 则是金昭的强悍部队 拐子马是轻骑兵 多部制在部队两翼 可用长枪冲锋 可用弓箭突击 而铁浮屠 则是种重甲骑兵 属于威力极大的部队 不过金兵达到宋朝南方地区后 在河往密布的江淮地区机动力受了很大的限制 受到宋军痛击 后来岳飞北伐之时 也凭借住卓越的军事 才能屡破金兵 只是可惜先臣当道 最终导致十年之功 毁于一旦